珍贵画面来看到云林北港朝天宫今年适逢建庙330周年 董事长蔡永德一行人19号出发前往梵蒂岗 拜会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进行宗教的交流 蔡永德还将象征东方圣母的黄金妈祖跟白玉妈祖神像 送给教宗当作交了礼物 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手上拿着超过一两种的黄金妈祖神像艺术品 亲手送给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象征东西方圣母千里来相会 教宗开心收下交流礼物 双方透过翻译开心交流 而这一刻可说是宗教界难得的历史性辣面 朝天宫妈祖即将进驻黄金刚 虽然是艺术品不是朝天宫本尊 但是我相信是东河的 今年是北港朝天宫建庙330周年 朝天宫年初才到美国绕境 引起侨界信徒声大回响 之后又到日本青森马祖庙进行交流 而这一回更远都重洋 到范蒂冈与教宗相会 不少信徒都极为振奋鼓舞 相信天主的爱和马祖的慈悲 会为世界带来希望 其实宗教一家亲 开创这个我们宗教 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是一个不同宗教领域的交流 其实今年3月 范蒂冈人员旧城组团来到台湾 还特地到云林北港朝天宫参访 双方打起宗教界友谊的桥梁 也成功让东方圣母走向国际 结果正义云林报道